但应该关心选战相关了 总统大选最后倒数了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他到台中造势 参加团结胜利大会 来营的大咖包含了 党主席朱立伦 台北市长蒋万安 台中市长卢秀燕 还有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统统都到了 侯友宜宣示说 一定会将公平正义找回来 而他的副手赵绍康 则是在现场喊话说 要民进党不要再磨红他们 侯友宜 赵绍康 侯友宜 赵绍康大进场 现场国旗海飘扬 蓝营想要成功 南票北捕台中是关键 而侯市长上台 先调侃民进党在路上竞选广告 台独在路上 黑金在路上 难怪没有人民愿意上车 一个一个在跳车 他让人民死相万丈深烟 侯友宜再批民进党大发国难财 欠疫苗 探疫苗 欠快筛 欠快筛 人民吃不饭 你心丟流你民进党吃得饭饭饭 在这民进党真正好 爱下台了对不对 下台了 而副手赵绍康 则是指控对手只会抹红 强调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台湾人 我一辈子都为台湾奉献 民进党到最后没剥 说我们什么亲中卖台等等 只会抹红 这剥没剥对吗 对 身为台湾人死为台湾鬼 将来仗也要仗在台湾对不对 对 台中大家长卢秀燕也喊话 再也要团结投给侯康 他也抛砖引玉 强调侯康若当选 自己绝不入阁 卢秀燕在这边宣布 我不会担任行政院长 我也不会进入内阁 台中世事大会 来一大咖 齐聚展现团结气势 记者综合不老